图年华唐文雷奇奇,透过婚雇公司认识了现任丈夫的J小姐,一直是个奇妙的人,为什么说她奇妙呢? 因为她的价值观跟我认识的所有人都不一样,就拿J小姐的婚姻来说好了,在我看来就是两个有婚姻关系的室友而已。 J小姐绝不跟先生的家人有过多的互动,也不要求先生要跟她家人关系密切,而且两个人早就说好不要小孩,因为孩子会打乱他们现在生活的补调,我需要一个半,但我不需要她进入我的人生,还有我也不想要依赖她。 这是J小姐的理论。 奇怪的是,J小姐的先生也没什么抱怨,她甚至觉得结婚后还能留有极大的个人空间,是很好的事情。 这两个人出门仍像单身时的互动,我们有个聚会,大家都是情侣或者夫妻参加,每到结账的时候,如果是女方管账的,就是女人结账,要不就是男人结账, 但这时总看到J小姐夫妻各自掏钱军摊,而且零钱是算到个位数,一毛也不欠对方,这样哪里奇怪啊。 我跟她算得很清楚,谁也不愿意吃亏,所以除非个人活动,我们都是AA制。 J小姐不以为意地说道,夫妻哪有办法分得那么清楚,朋友都未必可以这样了。 Lake Kiki不以为然,现在有很多夫妻关系失衡,就是因为对对方期待太高了,如果不期待就不会被伤害,所有的事情都AA制,彼此就不会有失衡的感觉。 J小姐总是爱宣扬她的婚姻理论。 Lake Kiki觉得,结婚最大的不同就是为自己心爱的人付出,当然有时候会你付出比较多或者对方付出比较多。 在这互动当中去沟通且建立彼此信赖又亲密的关系,才是成为夫妻最大的意义,不是吗? Lake Kiki